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两个ING 第一个ING是is offering 正在提供一个deal 提供一个交易 第二个是are flocking to 正在聚集到哪里去 大家就全部都蜂拥而至到哪里 这个to是借系词 这个to是借系词翻译成到哪边 所以大家就通通都聚集到了这个实体店面 in order to 为了要干嘛 in order to pick up 为了要去挑选出一个很great 一个很棒的bargain bargain这个字叫做特价商品 也是我们这一课的重要单字 特价商品叫做bargain 特价商品 特价的商品 就是其实它本来的价格是很贵的 然后它的品质是很好的 这种就叫特价商品 所以大家就为了挑选这个很棒的bargain 大家就怎样flocking to 通通都蜂拥聚集到了这个店面去 in order to 为了 这个to后面加上原型动词pick up 为了要去pick up 挑选出来叫做pick up 大家为了要去挑出一个很棒的bargain 挑出一个很好的特价商品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段 好while就在这个时候while翻译成当 当有一个男生is a man that's waiting in line 有一个男生正在wait in line wait in line就是在排队in line在人潮line 是限的意思就是人潮动线 在这个动线当中他正在wait在等待 这个wait in line我们就会翻译成排队 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子正在排队当中 在排队队伍当中等待 lie这个字就叫做排队的队伍 lie排队的队伍当中wait是等待 好所以这个男子呢就这个时候场景当时 当时有一个男生这男生呢他就正在b动词 叫ing是现在进行式 这男生正在等待而且是in line 在队伍当中等待 这时候的他在等待的时候看到旁边的商品区 he notice他注意到了 来notice notice 这个字当作动词叫做注意 那各位可以看到因为主词是he 所以第三人称动词要加s singular 动词是单数 所以动词要加主词是单数 动词要加s 所以当这个男生正在waiting in line 在队伍当中排队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一个mark 一个马克杯 mug 这个字是马克杯 mark 马克杯的英文 他注意到了一个漂亮的马克杯 然后他就脱口而出说 this is beautiful 哇这个马克杯好漂亮 he say 他这样说 接下来他做什么动作 如果真的让他很惊艳 他一定会买下来 对不对 所以他非常的惊讶 he was surprised as 来这三个字超级重要 b动词加上情绪形容词 情绪形容词各位还记得吗 情绪形容词情绪动词 surprise 字尾加上d变成过去分词 情绪形容词的过去分词是修饰人的感觉 你看主词是人 主词是人 所以人感到惊讶 我们就可以说he feel surprised 或者he is surprised at 这个at是固定用法 这个at 这个at翻译成对于 他是介细词 所以他对于什么东西感到惊讶呢 at是介细词 翻译成对于 at是固定用法 be surprised at be surprised at 所以这个男生呢 对于这个the high quality 他对于这个很高的品质 quality这个字叫做品质 这个男生呢 他对于这个high quality quality品质 他对于一个这么高的品质of the mark 对于这个马克杯的品质 高品质感到surprise很惊艳 于是呢and decide to 所以他就决定要去做什么事 来第二个动词decide 他就决定要to buy 他要去买下它 而且是without any without thinking too much 在没有想太多的情况下 他打算把它买下来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句子有两个动词 主词是he 动词1是surprise is surprise 动词2叫做decide 好这个主词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be surprised的 另外一个是decide 再来呢 有一个很漂亮的介细词片语 就是这个without 这个without是介细词 所以他后面会加上ing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ing是谁呢 这个ing就是他 就是thinking 所以without thinking too much 在没有thinking 在没有想太多状况下 就决定要buy把它买下来 好看 好看